这张照片怎么拍呢 我们现在太阳还是从里面了 然后我稍微的变换了一下我自己的角度 可以看到我发现了这里面的这一丛花 我觉得它们还蛮漂亮的 然后现在关键是大家看一下光线的角度 从那个角度外 会照到它们 对吧 它们现在还没有被那个阴影所遮盖住 所以我的一个思路是 我一会会让娜娜 大概的蹲在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跟这些花产生一些互动 可以看到背景那边 由于处于阴影的状况 所以它们相对来说比较暗一些 这样人物的这个身上的轮廓光 包括整个这样的感觉会比较好看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物脸上的光线稍微弱了一些 那我们从正面的补光就可以 所以看到我在这边打了一支灯 还是我的AD300 Pro 我会用135GM这时候来拍 景别不会拍得很大 那现在可以大概的在这一个位置就可以 然后这支灯一会会从这边 给它的面部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照明 对面的光线我可以再用一支反光板 可以在这边填补一下 然后拍摄的时候 我会中和的来看 这个一是它的一个主光的这样的效果 另外的有的时候加入反光板会给这边有些补光 效果也会OK 或者有的时候扇一扇 让那个头发飞起来 有点这样的感觉都可以 这都是我们可以采用的一种拍摄的方式 大概一个这个方向拍过来 有的时候我会直接这样子来拍摄 然后我也可能会退到远一点地方 以那些花作为前景来拍摄 这样整个过来的时候 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逆光的效果 现在的闪光灯同样还是开了高速融入的功能 因为我的光圈开到了1.8 然后现在的块门大概在4000分之秒左右 这边的花作为前景的话 它会产生那种比较粉色的那种感觉 那种田园的感觉 可以试试 我可以拍个更近一点的特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